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共鳴或是聊天的話題 這個對一個品牌來講很重要 品質還有設計這是應該的 那還能產生話題的話就很酷 看來時尚大人物客群 還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喔 而另一邊 鬼鬼文藝節 在一身白色帆布圈 竟顯青春可愛的細緻 而母親幾將至 孝順的鬼鬼也沒有忘記媽媽 幫媽媽可以看一下 有一個小的雙生包 我覺得小的雙生包很適合媽媽 就是因為媽媽就是可能 就是帶錢跟鑰匙出門 所以媽媽也不需要太大的 不過像大打哩哩的鬼鬼子表示 其實在家每天都過節 那一天並不會感覺很特別 這個禮拜應該就簡單的 就是跟大家祝賀母親節快樂 對 因為我們節日比較沒有特別 因為每一年要過的節日太多了 所以就是不會特別說 大家怎麼樣這樣子